来 我要放这些 慢慢站着 晚上一走感觉热味不行 你这衣服看着挺好看的 我看什么呢 她这衣服多好看的 你穿着 我也其实我也爱穿 我是不会配搭的买衣裳 不会配的 好看 穿的也不会配搭衣裳 你多试一试 多穿一穿就会了 嗨大家好 我是热爱下厨的蹦妈 大家都觉得我做的饭的工序都比较复杂 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再次感谢暖暖的你们 今天蹦妈偷过来 做个简单的午饭 最近猪肉降价了 批发价是19块钱一斤 你们那边都跌到多少钱了呢 终于能好狠的吃一次炸猪排了 猪排怎么做才能又嫩又香呀 蹦妈把自己琢磨出来的做法 分享给大家 还请多多指教 炸猪排一般选用通脊肉 也叫大理鸡 是比较嫩一点的瘦肉 切成大厚片 切成像这样的厚度 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了 太厚不容易腌到味 而且不容易熟 如果太薄 轻轻敲一下 都看不见肉了 筋膜先切掉 用肉垂或者垂肉针 把肉扎眼入味 垂松肉质纤维呢 肉吃起来的口感才更松软 嫩滑 上面的两个工具都没有 没关系 就可以借用擀面杖 来试劲的敲打 操成这样的肉明显的变大 变薄就可以了 我给你说啊 你就是你用这个 就这样扎着就行了 然后我用这个 就行了 你也会帅 我都没吃过这样的肉 你学一字就会了 泵妈做这个猪排啊 第一个妙招就是加上啤酒 加上啤酒抓捏一会儿 加啤酒的目的呢 一是可以去腥 二一个是更入味 泡沫呢会散到肉的组织中呢 类似于打开肉的毛续血管 加上调料呢更入味一些 倒掉啤酒把肉清洗干净 我以前做过炸鸡 鸡腿也都是放在牛奶里面浸泡 牛奶泡过的肉质呢 是比较嫩 我就想到了 那这个方法 是不是也同样 适用于炸猪排呢 倒上牛奶 腌制半个小时 妈 啊 我肚子 你肚子疼呀 你肚子疼呀 我肚子还疼啊 不生了 你就肚子疼啊 肚子疼 给你揉一揉啊 好不好 难受 难不难受 睡会儿吧 然后还要你做饭慢慢的啊 好不好 过牛奶的肉呢 闻得都香香的 把牛奶倒掉 重新清洗一下 肉经过啤酒清洗 牛奶浸泡 再加上盐 胡椒粉 蚝油 生抽和蒜末腌制 就非常入味了 大家一般的做法呢 都是把肉捶打后呢 直接撒上盐和胡椒粉 是吗 这样做出来的肉呢 不是很入味 特别是给我们这些大孩子们吃呢 他们不会喜欢 今天的这个做法 炸出来的肉呢 很入味 肉也嫩嫩的 还这么吃的 还以为吃的是鸡肉 备炸猪排的三件套 淀粉 面包糠 和鸡蛋液 在下锅炸之前呢 先把蒜末呢 处理一下 因为把蒜末放到锅里呢 容易炸糊 我以前炸的东西呢 老是不上色 听说是色拉油不上色 要买那个菜籽油 我专门就买了一桶 要炸出那个金黄诱人的颜色 实际上呢 你看呢 菜籽油炸了第二锅呢 已经变黑了 而且那个炸的猪排呢 炸出来的颜色也不好看 黑黑的一点食欲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油了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让它长得丑了一点 但是我建议您还是咬一口 会给你惊喜的 尝会儿它一口 听话 你看看你看你看这块这么黑的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那我看一下说是那个 用色拉油炸说是白的吧 所以我就专门用了点菜籽油 你看炸出来的这么黑的 以后你就拿丝拉油炸就行了 人家们都拿丝拉油炸 就不拿这个菜籽油炸 炸出来就是黑的 你看那油都成了白的了 是 我还专门尝了 因为丝拉油它不上色嘛 我就想着用这个菜籽油炸嘛 我想今天是不是应该是那个 黑是不是因为咱用的是白色的 你以后再换个黄的看看 光吃猪排干巴巴的不下饭 再来个带汤汁的洋葱炒蛋 油热后呢把洋葱翻炒一下 加上生抽蚝油白糖和老抽 最后再淋上鸡蛋液 今天的饭也看着卖像不怎么样 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 想着今儿的菜比较少 再给孩子们准备个下饭的麻辣拌 看着又整多了 几乎剩了一半 上次就有粉丝留言 问我麻辣拌怎么做 今天呢我就把麻辣拌的具体用量 分享给大家 一勺辣椒面 一勺孜然粉 一勺白芝麻 一勺五香粉 热油浇一下 激发出香味 一勺蒜末 一勺花生酱 两勺芝麻酱 一勺白糖 两勺醋 半勺生抽 再加少许的盐 再加少许的盐 一勺一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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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来 大丹菜来了 快来 妈妈 能不能给我吃饭 都有 妈妈 等一会儿也吃 香不香 哈哈哈 你现在可吃米了 可吃米了 不错了 不错了 绕一下 要拿花花 很辣 看的好香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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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烹饪 好烹饪 妈 妹妹好吗 这一杯谁好啊 哪一杯 那你想给谁喝啊 大哥哥 大哥哥 你先喝吧 好 大哥哥先喝 大哥哥先喝 大哥哥喝完你再喝呀 大哥哥喝完你再喝 大哥哥喝完我再喝 然后谁喝 然后 我喝 你再喝 好 好 要点蛋 太蛋了 这个猪排吃完了 吃完了是不是好吃 嗯 好吃 鸡排 鸡排味道很好 就是有点太黑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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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